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1982年 由李来群直红对蔡虎如一个比较精彩的对局 红方选择的是家中炮走炮八平五 黑方马而进山 红方指甲兵器进一挺兵致马 黑方居一平二的时候 再走马八进七 黑方指甲者足气进一 红方出局居九平八 黑方这个时候跳马 在这种局面下面 大多数都是走成五七炮对平风马 通常情况下都是走马而进一 比较主流的走法是走马而进一 这里李来群选择一个变化 就是在次序上面有所改动 走到炮二平三 先走炮二平三 黑方这个时候可以补试 先补试是一步比较好的棋 不是因为冲兵之后 这里不敢吃 怕可以打过来 在这个局面下面 蔡虎如选择的是飞向 走向西进五 向西进五之后 红兵直接冲过去 黑主如果吃过来 那么怕打马 肯定是不敢吃 马起进八 跳马出来 红兵吃过去之后 相飞掉 下一步 在向西退五之后 可以走马八进六 马八进六来登炮 以后可以出局 在这个局面下面 红方选择是走齐合局 进局来抓向 防止黑向退回去 黑方走向上进五 连起向之后 再平局 走局八平四 下一步准备进去抓炮 进行骚扰 那么合方就补试 补试之后 红区进一步 下一步准备平局抓双 合方走炮八平九 先这样一个 如果平局压马 马正好就可以踩过来 踩过来还可以踩炮 区直接吃掉足 合方浸泡 下一步准备是用马踩冰 红马跳出来之后 也是马踩冰 用炮来守住马 这里要踩到炮 那么退一步炮 马继续是跳上来 在跳上来之前 合方选择是平炮 先压住马 瞄住底向 打向是个线索 打向之后再拨边 以后可以成局下来 红方先飞向 把向飞开 飞开向之后 合方再跳马上来 红方出局 合方回马 走马骑退六 合方回马这步骑 准备是走 一局放双 准备是炮打马之后 再打这辈马 一局放双 放过来 这时候红方先进去抓马 马往这里一跳 下一步直接打掉 打得如果第一次 这里可以马踩炮 坐上来之后 再回马一将 一要踩局 这个时候 必须要让一步 这炮不能被踩掉了 应该可以先打马 再踩炮 合方走 局而平市 局而平市这步骑下一步 进局要抓双 抓马抓炮 另外炮骑住的向影 直接要抓双 恐慌先补一个试 补试之后 合方炮打掉马 来进行一局放双 总的来说 一局放双还是比较亏 虽然有一定的攻势 再打掉马之后 具有一定的攻势 但是攻势不是很明显 所以这个棋局 还是一局放双 比较亏 打掉之后 下一步准备是跳马 有可能会跳马憋住 憋住之后 再浸泡来打 打这个炮 所以先平炮顶住马 不能让合方跳卧槽马 以后再浸泡来吃红炮 顶住之后 合方平一步炮 下一步准备浸泡浆 以后再升聚起来 这时候 红炮选择出算 算五平市 合局升起来 合方升聚的目的 以后准备可以退向回来 再走局势平期过来抓向 这个边向 这个底向有点弱点 吃了向之后 坐不上来 合方先退去回来 退向 走向期退久 这时候 红炮也不能吃向 因为吃向之后 合方由过局势平期 抓向 抓向是杀齐 走个向回边 这个时候直接可以打掉 这里叫杀 只能走炮 来对一个 对一个之后 直接进局一将 坐上来 再浸泡一将 只能把室撑开 撑开之后 炮打室 下一步重炮 绝杀 所以这个局面上面 红军不敢吃向 恒方选择的是浸泡 来对马 害怕打掉 在打掉之前 先浸泡一将 先退回去之后 再打掉红炮 打掉红炮之后 这里吃掉马 来进行交换 这里抓炮 这叫炮打兵 整个式形成巨双炮 在这边的攻势 红冰冲上去 抓炮 撑炮 要打向 向连起来 再进局 塞向影 这个向守不住了 如果是这样 当成的了 黄守 这里就可以 炮打式 或者是直接 锯砍中式 也可以 锯砍中式 威力更大 所以这个局面下面 红冯选择的是 抓炮 如果锯砍式 那么锯就直接吃炮 这里选择 炮打向影 这样 做起来 因为这里已经 跟住了尾炮 只能拖一部炮 拖一部炮 这里戳也戳不到纸 红军 直接吃相 下一步 继续吃相 这里有个闷弓 同时要吃毛 那么黑方必须要硬 成式 吃相一将 再上式 这样就没有闷弓得起 再平局过来 再在局务平山 这里跟住了尾炮 就也不敢抽 直接拖 把炮拼开 拼开来打锯 这时候进锯一将 成式 直接吃式一将 做起来 再平局过来 这样很容易就形成了 双锯错 再抽锯也没用 抽锯之后 这里是霸王锯 所以这个局面上面 还要先选择 将五平四 防止 弘法走双锯错 弘法下炮 以后 一将军要抽纸 下炮之后 这里选择先 平一步炮 把炮闪开 弘军 平过来 准备叫杀 同时跟住了 在这个局面是 何方选择的是 平底炮 平底下这个炮 平去过来跟住尾炮 因为就算平这边炮也是一样 也是可以过来 就算抽的时候可以电锯 这局零头将不了 不过实战的时候 选择的是平这个炮 这里要叫杀 只能够再平炮来打 打一步 拘再炮 继续平过来 平过来 以后是准备进行抽的时候 可以再退炮 在这个局面上面 何方平炮之后 这里退局一将 如果坐下去 那么直接去抓马 这样就把马抓死了 马没地方跑 马就算往这里跳 可以直接打掉 因为这里还有个杀旗 所以将军 将不停退下去 只能下室 下室之后 再平局过来 跟住炮 继续来打 再平一步 走局8平7 这时候何方也不敢来抽 因为红局本来就有个退局 就要抽子 所以先退下去 退下去之后 这里退局抓炮 这样这个炮就抓死了 炮没地方走 这里退炮来打局 局退两步 直接吃掉这个炮 这里选择也吃掉炮 下一步进去抓马 这个马没地方跑 马跑不动 只能进一步炮 防止红局伸上来压马 同时有平炮一将 就走开之后再退局 可能要抽棋 这时候红方把帅推下去 和粉退局 这里不敢吃足 因为有平局一将 要踩掉了 有个平局将军 马守住中阻 这时候红方选择进局 走局8进6 准备吃足压马 和粉平一步局 守住中阻 这时候吃掉足 退炮 直接进炮 和粉成四 走四五进6 下一步准备平炮过来打局 在局没地方跑 这里先跑一步局 要不然打死局了 平炮一将 可以坐进去 齐局走到这里 和粉就认输了 因为鞠马炮 已经在家里出不来 同时只有当事 确实怕双局 衡方有两个局 还有一个兵 以后可以平局一将 平进去之后 再进兵过来赶马 在齐局走到这里 马一走就直接把局对掉 马不管往哪里走 都是直接对局 对了之后 和粉有鞠两个兵 和粉之又马炮一般四 这样是守不住的 好 这个齐局就讲到这里 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